刷刷或者创上 行 我稍稍去找一下那个 找到了啊 神速冰柜神速 你懂个冰柜神速考试能提高几分 打开大 practiced 这手机都快没电了 开了充補电 蜥蜴人光波 老鼠人和蜥蜴人的战争 说实话 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地球是一个非常差的文明呢 就经常人说 很多人去天堂 然后在那边打了一星不推荐 是吧地球 你可以想想 就是说那些伟大的文明 都是什么蜥蜴人呀 克苏鲁是吧 但你看地球的这个德性量就下降了 就是你看我们哺乳人类 站在这个这个智能生物的顶端 蜥蜴就比我们更低端 对吧 那蜥蜴人按理说应该比我们高级 更高级的克苏鲁是吧 在在地球上就软体动物 就更低级了 人真正有文明的那种 特别牛逼的那些文化是吧 在上古时代 就被那个更低级的文化给淘汰掉 你说章鱼啊 这么本来很有潜力 成为那种超级文明的 就被被蜥蜴淘汰掉了 然后蜥蜴恐龙那些文明 被被哺乳类淘汰了 对吧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 你看到那个像什么浑多恐龙啊 就是那被那种 那个民族主义 不是 那个恐龙主义招魂 什么傻逼哺乳类 狗运得地球 是吧 我们那个爬行类才是正统 对吧 草绿虫正统 就可以看到 这个 越高级的文明在地球里混的越差 然后那种最后让我们这低级的哺乳类 然后对 白鹅之后无地球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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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 我的天哪 哎 哎 哎就是 认真聊认真聊 就是我们每次就是聊聊的就很了别的 哎 德性掉低的地方 救命 为什么不行 好气 你说吧 就我当年考研彻底没了 开心 笑死我了 我当年考研的时候 其实还是运气好的 我当时主要是七八月份 去找新东方 很快找到了 然后九月份开始正式复习的 全都在玩 也不是在玩 就在那个email 压力大 然后九月十几号吧 九月中旬那时候开始的 大午生日结束的时候 19号生日 大概20号开始复习的 然后 其实我当时主要的复习对象 是政治和英语 然后英语是因为 必须要做题来应对考试 政治是因为从来没学过 从头开始学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大部分量的时间 其实是在背政治 政治的复习是最多的 然后其次是英语 然后哲学是最后 其实真正是复习哲学 时间不多 大部分人摸鱼 真正看的时间 你就半个月的时间 因为 因为其实主要还是因为 我本科阶段的 那个知识积累是足够的 进行足够应付考试 就是 就是其实该知道的 我也都知道了 然后我基本上也是 只是补充一些东西 当时我复习 考试复习 主要是查了补缺 其实很多东西 那些哲学省的 我基本上也都背过 也没有说背过 对我来讲已经太熟悉了 那些东西 我本科学经济的 当然业余爱好学哲学的 但是最后业余的东西 比专业学的 学到好多了 对 那些主意主意肯定不会给分啊 考试是按照主流的 那种教科书的方式来打 说实话肯定是不考的 对 说实话肯定不考的 对但是那个时候 一个是那个什么查了补缺 一个是还是要学会一些 应试的东西 对然后借了那个去年的 那个学长的笔记 那个那个考研笔记 简单来说 他考的那个时代 是一个蛮荒时代 就是属于 相对蛮荒 对相对蛮荒 就是还没有那么卷 然后也还没有 就是说那么多人考吧 每年都在那个 每年其实都在 就是卷都在上升 但是就是微弱上升 对 是的 是的 他当年考的话 其实我感觉流程还蛮简单的 就是主要就是因为他学长考到负担了 就很简单 就是他们在网 他们在 他们在 当时他们就是个网折的小圈子 就是他们是一个 黑格小组 对对对 学黑格的 就是四五个人 自学黑格的一个 就是所谓什么黑格小组 我是18级的 对18级的 18年的时候 那个是考上的负担 对 那个时候已经其实太快了速度 就是真正去到10年时候已经开始卷的不行了 到现在 对 你一半年考上负担 对 那我 我是 我好像是1919年 去也是我 对你是19年呢 我就比你晚一届 我的天 对不是 对啊 我比你大一届 我天哪 为什么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事 并没有交流过这个事情呢 对 但是确实哦 这我也有一个有一些错误印象 比如说其实你我最早认识你的时候 你才读了半年研究生 因为我已经读了一年 我也觉得时间有点怪 是的 对对对 说回到就是原点吧 就是因为因为我自己是保研的 我其实对考研这个事情就是肯定没有他了解 然后但是我们也带了就等于说好几届的考研的学生 其实我对考研也算是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然后他的话就是当时很简单嘛 就是前面说的 他他有一个就是他们在网折圈子里的一个学长 就是他们在块玩的一个学长 考上了复旦 然后说复旦好呀 来都来都来 都来而且不难考 他考了两年 对对对 他考两年 他第一年怎么 他第一年其实挺那个什么语言的问题 他第一年专业课还可以是吗 对专业课还可以 对 OKOK好的 就是他一定要考德语 因为他他是比较特殊 他是因为一定就是他考英语应该是能过吧 他就一定要考德语 对 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执念 对有执念 要证明自己会德语 这样执念 然后总之第一年他没过 然后他学长第二年就很顺利的过了 第一年专业课分也很高了 就是等于说是他们这种自学关系 就是所谓的共学关系 其实是建立的很好 然后也很顺利 然后后面就是你要考嘛 对是我要考后面 后面我跟我设有 对对对 你跟他跟他的设有 就是也是现在的那个 就是一个网折 网折 图图 他们俩是 也是原来在圈子里就是好朋友 然后他们俩就是一起学黑格的 然后说那个要考复带 然后两个人啥也没想 而说那就一起考复带 那个我们其实说实话第一次就是复视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 因为那个时候是当然菜才跟我说的 还是谁跟我说的 还是还是齐震跟我说的 说那个那个图队也考 因为那个之前进西军嘛 我当时还不是特别了解他 他当时考复带的原因 他原来是个海德格尔主义者 但是后来那个在我们圈子里听了我们讲黑格尔之后 他就非常的生气 他说一定要先读 把黑格尔学明白 然后反驳我们 然后最后他觉得黑格尔很复杂 然后他最后成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 非常好玩 把这些学进去了 我经历上非常深刻 第一第一复视的时候见面第一句话 就他眉头紧皱 看得我都有点紧张 他问我说一叉 所以黑格尔反思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开场第一句话是这个 他不是英国本科 我是法国的 他是法国的本科 而且他在法国读了好多年书 在一起读了五年书 他是那个等于说是他经济学硕士 就是还没完全读完 但我已经读上了 读了一年多了 想想看还是经济学救不了中国 经济学救不了人类 然后现在还是去回来读哲学了 然后就就就上了负担吗 然后现在不是说到他那个呃 跟他的室友 时间进程已经到了 他和他的室友读上了负担 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好像就是有点太快了 就你能不能简简简单介绍一下 你当时复习的旅程 我复习完了 我介绍完了 就是看了半个月 然后我而且我看的内容主要就是那个啥 那个上上级学长笔记 没有其他的 然后刷了一下当前几年考题 然后就没了 而且那个考题你在晚上也搜不到答案 脑补 对我当时就是 不过我确实因为比较紧张 我其实考试之前那晚上没怎么睡 就照着那个笔记又看了好久 好久对 然后基本上就只睡两三小时 就临时抱佛小他也知道的 我考雅思这个样子 对就考试前三天开始复习 但是前一天一定是不睡觉 考试这个事情他个人是完全废掉了 就是他他已经非常不擅长考试 对他他自己是个人考试是不太擅长 但是他教学生可以就是 但是那个时候反正 我确实反正答题也挺快的 我觉得每个题都当那个 但是有些那个也跟我一样 我设和跟我差不多 就他不是有名词解释 有论述有简单 有简单有论述吗 我们所有题都当论述题写 你们写字数也快 对而且也不用思考 因为太熟悉了 然后我就这个样子 我基本上每场考完下来 还是能剩半小时时间 那个时候 他也差不多吧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真的 说实话 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卷 所以确实仗着自己有一定的积累 你们当时有多少人一起考 几百人 几百个人 两三百个人 两三百个人考多少个人 首先是录20个 20多个 然后最后再录 就是初试 初试是20多个 然后复试是录了5个 两百个人进5个 不到两百个 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人 一百多人进5个 对 这哪里不准啊 我天 不是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要么缺考 或者要么就本来也考不上 那你去掉那些就陪跑的人 那怎么着 日转考的有100人吧 可能对 有不到100个人吧 大概 那进5个 对 差不多 好的 你经验真的是毫无参考价值吗 没有 但是 就在现在更卷了吧 好吧 因为现在大家陪跑的少了 你以前的时候真的是很多是陪跑的 而且反正我们不太卷的意思就是 其实我觉得一直来我都觉得 因为你初试其实能考到360多分的话 基本上初试就过了 你剩下就是认真真真想办法准备复试 但是到现在的这个情况 尤其是 就是我们刚考完的去年那个考试 复诞那个题出来之后 我真的是没这么底了 就到360分能不能进初试都是个问题了 但以前的时候你360多 甚至有时候运气好350多都可以的 对 就是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 就是复旦这两年 西折上岸的人都是他的学生 对 就是也不知道就是初试过了的人 都是他的学生 对初试过了都是我的学生 但是对360就是够 所以说我说那个没有那么卷的原因 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能力的话 你真的有能力的话 是由是这个概率还是挺大的 虽然别看这个比例比较小 但是陪跑的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 现在就是陪跑的人是越来越少 就是大家水平都上去了 所以但我觉得可能比率还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就是说那个来考的人可能可能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增长 但是肯定是更卷肯定是更卷了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是愿意胡作的 就是因为我跟我社友都是那个分 就是写分音哲学题在那骂分音哲学 在卷子上骂分音哲学 其实这样说起来就是复旦这种这种等级的学校 复旦应该是大家公认在国内算是比较好的了 或者顶级的了吧 应该是 对 就是复旦跟北大是最好的 学个评估上复旦和北大是两个V2两个A加的那个哲学的学科 然后其他的就是往下就是那些就是什么南大呀 什么其他的学校 第二第二题对的 清华一条清华A减 然后五大也是A减 然后那个南大是A 好像是我印象中 对对对 就是复旦和北大确实是这个样子 就是其实当年就挺卷的 别看他说这个 北大更卷 其实是卷的 他们水平真的好 所以才能够考得非常顺利 然后但但是就是现在情况应该是比之前还要卷 对北大一直都很卷 北大在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都没有什么信心考北大 因为路就路一个 对太太少了 人大也可以 人大的水平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第一梯队 但是你看你学什么 对 你如果去北京的话 那不就是北大人大北师大 对就这几个学校吗 然后清华也可以的 寻寻复旦的 但是清华就 不知道学科评估还挺高 清华其实学校好 其实他的哲学是一般的 我说学科评估 学科评估还挺高 但其实挺一般的 但是去清华总是面子上很够的区别 对因为实际上他是一个更偏理工的 不是这个偏文科的 对对对 是的 南大其实本身挺好的 南大这几年的情况 教师的流失率挺高的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不过他也在尝试挽回 本来南大传统是挺好的 对 但是北大也是能考上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也是也是帮我们这边教马哲的一个一个朋友 他就是两年 就是他考了两年北大 因为他第一年是 对 并列第一 他第二年是也是第一 然后他他就说 他觉得北大挺好高的 行吧 好的好的都是都是都是奇怪的人 那对杨瑞芝啊 那个是逻辑学系的 那这个两杨瑞芝好照宽的 那个都是比较靠谱的 尤其杨瑞芝还是好照宽稍微有点喜欢 哎呀有时候他喜欢白话 那杨瑞芝非常稳 那好照宽水平是可以的 对 虽然是反好三 但确实人家有着水平 对 而且复旦有一个好处 就其实复旦比较尊重学生的 就是主观题嘛 因为都是考主观题嘛 但是他非常尊重学生的一些想法了 基本上我们的一个经验就是 如果你答题比较有个性的话 就是相当具有个性化 就是不那么学悦 当然你不要磨正道去把主义主义 往上写 不会有人真的就往上写吧 对 但是如果你稍微有些带了 自己的见解比较多 他会给你个不高不低的分数 其实我当年就是这个情况 因为大部分的 就是我不是那么中追中 中距比较野路的 我那个得的分数不高不低 对 就是我的初试是360多 就是插线过去了 366 但你复旨高吗 我复旨高 我那个主要是靠复旨 复旨的话 那个因为读过的书比较多 所以对达达的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当时我跟社友 他是第一嘛 复旨第一 然后我是复旨第二 然后总分也是 因为他那个复旨的一个传统是基本上复旨的 实际的最终对你的这个最终的成绩的影响是更大了 复旨是一个敲门之外 如果你复旨过不了就进不了 但是你实际上最后最终的得分是看复旨的 因为他要看你的真人 是以真人为这个标准 而不单纯是看你应试能力 复旦有 我就是张伦伦大家知道吧 就是张伦伦在的时候他比较严格 就是他非常喜欢把那个复旨第一刷掉 在其他学校里是不太存在的 是的 对 我们之前跟川大的一个朋友聊天 说张伦伦喜欢把复旨 是我是图特 对 对把那个复旨 喜欢把那个复旨第一刷掉 就复旨的时候把复旨第一刷掉 然后川大同学很震惊 他说在川大他们是肯定要求就是重新复合的 就学生会要求说那个老师那边 要给他重新复合一遍这个东西的 就是就是有没有有没有问题 就要复合一遍这个结果 就老师还要应对这个事情 因为所以很麻烦 所以川大是不会考虑说就干这么出格 大部分的学校都不敢刷刷出 直接刷掉出是第一的 复旦什么敢干这个事情呢 复旦前老师也不敢干 不敢干 张伦伦是敢干的 因为张伦伦这个人就是比较那个 算是学术上比较严格 所以他也不怕学 他自己有比较有名望 所以也不怕学生吧 不告 尤其是你实际上是告不了他了 因为当场的就会给你骂的 压口不厌 告诉你为什么 我他妈不要你 对不要你 好的好的 所以有但也不是说 不是说初次第一一定被刷掉 是有有那个初次第一 富士也高的是存在的 但是确实出了好几次 这种初次第一 直接就被刷下去了 对 当然这是这是复旦的情况 就是我们说复旦的情况 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 其他学校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其实确实张尔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他直接阻止了 复旦被分析哲学化 对 你在说那些很大的东西 是 你在说一些很新的东西 但是我 大家肯定有些人还挺挺关心 这个张尔伦 快退休了 快退休了 对 就是从大的方面来看 因为就国际就是整个全世界的哲学的这个倾向来看 我们都会认为分析化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一方面吧 就是就是所谓的就是传统的古典哲学这些做法就是可能有一定的学乏性 但是不可避免 对 对对对 就是就是他有一定的学乏性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属于人自然像自然垄断一样 你也不能怪人怎么样 因为就是你要读很多东西 要他会分很多学派 你要把把很读很多东西 然后你最终的一个研究方向肯定是按着某个学派来 这样就非常的依赖于你的导师 依赖于你的学术圈子 对对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有变得越来越封闭 确实就是分析哲学会骂欧陆哲学越来越封闭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不赖欧陆哲学本身 他赖这个欧陆哲学的这样的一个所在的大学体制 他确实会变得越来越无聊 尤其是在德国的情况下 就是德国的分析化还是比较严重的 很大的原因就是学乏性是 这是一个原因之一 而且到现在很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非常不好的现象 就是很多的学生很难毕业 对 为什么因为这个学术再生产的压力太大吧 你很难就很多东西都已经被做了 都做过了 事物都继续做过了 对 然后你又很难找到新的问题 因为你的整个的这个学术的这样的一个包袱非常重 你要找在一个自己已经学派 已经给你画好的范围内找新问题非常难 然后再加上就是你还要跟你导师 你导师的权力非常大 然后你导师的愿望 然后跟学生的关系 这个这个影响就大多了 所以德国的这样的确实很 包括张尔伦很长时间就不不太支持 中国人留学 尤其去德国留学 所以确实这也是一个问题 不好毕业 就从尤其直接从现实来看 而且反而现在你去美国 就都德国之后就去美国留学 可能是一条出路啊因为 其实像之前阿兰不是说美国的欧陆哲学其实在复兴吗 其实确实 这几年还是明显是有这个趋势的 就对就我们就简单来说这个道理就是物极必反 就是你你要是在德国 你做那么多年的德国古典哲学 你肯定是觉得啊好没意思的 对 我要不要我们要做点新的东西的 我们要玩一种很新的东西 然后再对美国也有这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就分析哲学也是会做到无聊的 对对对对 就是美国也是做太多年分析哲学发现啊真正好无聊 我们再去回到回到德国古典哲学了 但但确实另分折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在学院里发论文的优势还是很大的 就是这个这个肯定是不对等的相互之间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翻转是不对等的 对啊 而且哎就当然平心而论德国的德国哲学做的仍然是最好的 这对还是最好的 但是呃它在衰落 然后美国的那样的一些很多的好多人现在也已经出来了 就好的东西 对在崛起 这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情况 啊然后呃中国的情况的话就是你如果不出国的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国内其实非常吃国内的学生圈 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一个教训吧 就是啊我个人是不太不太喜欢混这些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以后还想真的在学生圈里混的话 你人脉这个东西包括参加会议 包括跟一些老师搞好关系 这些事情要做的 当然前提说大家真的想要在这个圈里带 如果不在这个圈里带当然不要那你就没有必要了 对对你可以怎么想怎么样怎么样 你可以你可以就考上了就之后就呃文凭不要都行 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文凭就好好上课 或是你不上课你把论文交了也行 就反正操作方法是很多的 你你你其实可以完全不用care这套体质 但是如果如果首先至少最低限度保证自己毕业 对对对对对 其次是那个如果是那个想真的想在只学生圈里混饭吃的话 有饭碗吃的话 必须要你要经营一些人脉的问题 你就是不能太反感这些东西 他如果太反感这些东西 那你抓紧你学学习只是学习 你抓紧还要去在就业之类的要另谋出路的 对啊 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 也没有那么的值得抵触啊 说实话很多东西很水的 你就忍耐如果你能忍耐一些无聊的话 你这就是出去旅游的 就是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多任何老师 你就是一抱一个旅游的心态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让人烦人 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东西 当然你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啊 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极端 就当成只是为了钻影它 然后靠正正经东西不学了 那那肯定也不行的 但是你至少你花一部分时间其实就够了 对你愿意花一部分时间就够了 主要看你心态啊 对就这个东西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教法 就是比如说我教你说你怎么混这个圈子 对不可能的 我们自己都都对于混这个圈子 依旧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坚持要做路标 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说 传统学员派的圈子 我们最早说说这些话的时候 也就是也都是都是说过这些 为什么要这样的 对是就是我们确实制造了一个某种小的共同体 但是确实在现实层面上来说还是太小了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更多人听到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去国外读 其实就是现实考量了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 很其实外面的一些那些东西是不会给你讲的 包括考案机构更不会给你讲这些东西 这个事情其实很现实的 就是你一定要规划好未来到底要干嘛 要怎么做 显然我们现在要做文化资源 文化传播的这些事情 很重要的是国内资源 因为说实话 去国外留学会这个title没有意义 就对实际来讲没有意义 在哪学习不是学习 而且尤其是你水平到一定程度 其实在哪学习不重要的 很多时候你这个东西就是符号 对吧 但对我们来讲 其实国外这个title没有那么重要 对吧 因为我信来的人不是像那个什么做商业营销那样 直接看我们title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圈子稍微有一定的人脉 我们更重要的是是在国内去积攒一些人脉啊 还有一些跟一些组织要有一些关联 包括办一些文化活动 就对我们来讲 国内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对就是说白了 就是如果说你拿 就是你们喜欢拿那一套什么批判知识分子 或批判小资的话 以来批判我们做这些事情 那都可以嘛 就是都行 就是但是问题是 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像我们这样做这些脏活 这些在纯洁的批判者眼中比较脏的这些活的话 那这个文化产品到底谁来提供 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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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领域到底谁来占领 就你们想都能想到是什么样的人去占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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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 当然这是一方面了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其实非常重要的是就是现实一点吧 就是你对人际关系你要想就还是你昨天说哪个东西 你要想真正颠覆这这套东西 你首先得多少会玩一点这个东西 你在这里面能生存下去 你得获得一定地位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种人际关系这种东西 其实其实说实话全世界都一样的 你到国外不会也没好哪去 当然肯定比国内要好 国内有些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文化就更差 要更差一些 但是其实说实话在这个哲学这样一个学科里算好的了 算好的了 你到其他学科有那些人身依附就更恶心的 对吧 理工科有利益对吧 然后一些其他的那个文学院可能有意识形态 对吧 还有其他的地方甚至这个直接就是有这个人身一更强的这个人身依附或者是学法可能更严重啊 但是你哲学因为稍微不那么接地气 反而很多现象其实是轻的相对来说是轻的啊 啊 那么 呃 你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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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不是说让你占领学术圈 你至少在里面能生存下去 因为如果你你在对人际交往特别抵触的话 其实你未来去哪里工作都会有问题的 因为你不能做个自闭人 对 多少来讲的话就是 你至少得要想颠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呃 你当然我不是说你去钻营他 把他那个玩的特别溜就没有没有必要 但你是多少你在这里面能是能生存的能得到一些社会资源 就像昨天说的 然后你才能考虑到未来哪一天啊 你有有足够的力量 然后去改变一些事情 对 当然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觉得没用吗 就是这个倒是挺自由的 占领学术圈其实 呃 说实话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但也有一些的意义 其实其实说实话占领学术圈没有用 因为学术圈你是改变不了 说实话 你总得借一个就是那种现成的秩序 然后 然后你才能影响别人 然后你说起来就是更容易啊 就是更容易就是低低低那个防备心理去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你想占领学术圈其实我说不现实的 就是说你说那个 因为学术圈肯定不是按照不可能被一个人改变的 它是整个的一个风气 而且这个东西你只要进去了跟官场一样 你不按这个套东西来就被淘汰了 包括那些学术的发表啊之类的 这个东西都有大量的这种历史上的这种 这种惯性和规则在里面的 但是很重要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有教职的话 你就可以去影响其他学生 你可以带给其他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学术圈的话 你多少能纠正一些风气 至少你能产生好真正好的研究 这个东西就能带来积极的效果 但是它不会彻底的改变这些一些东西 但是它确实能带来好的效果 那你确实能让中国这个学术界里 真正能产生出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是没得可说的 对 我们不扯这些话题 这些话题其实说实话 我们说的也没有什么用嘛 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力 就是顶目 不是说我们能跟你说 怎么样更容易考上研究生 那后面的事情怎么做 那肯定还是靠大家自有自的原法吧 对 但是确实我觉得你在一个 可能在老师层的影响 彻底改变不太容易 但是你要想在学生 包括学界内的学生的影响 还是有可能的 就是越来越多网折的人 进入到学术体制里面去 包括他不是说在那个学位论文上 而是在那个至少在教师上 越来多的讲师是懂这个网折文化的 其实是对于渐进的 对这个体制的改变是有绝大的好处 尤其是对未来其他方面的影响 这个东西很多的东西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以为的那个看不上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是真正做起来 稍微有些时效的一个东西 就像昨天说 你先不要期望一个大的 尤其不要期望那个什么 就是说一上来就做一个特别有价值的 或者说直接跟这个现行体制决裂 越道德纯洁越好 那样做做法就躺平 实际上就是啊 你你想推颠覆这个体制的方法就彻底不与他合作的方式 其实就是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 就是你完全隔离于他 那么他也完全隔离于你 你就永远不会对他产生任何积极影响 对 不要在就是弹幕上自说的话 对 会不会禁言掉 对 然后这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 然后有点偏提了 我们接着说学习吧 对 还是说学习 前面有人问几个问题 我们可以可以答一下 一个是中山大学的那个职位系怎么样 中山是可以的 中山我们有朋友在那里的 对中山是可以的 对 然后还有什么 当然你这回答好几个 中山第二梯队的算是 对 中山的话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对 而且中山title也很好 中山title也好 里面的老师的水平也是可以的 中山大学校园非常好看 这个非常的赞 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看 考不上那种就是北大清华 不是北大复旦还有这样的 其实是都这个第二梯队是可以考虑的 对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什么问题不撒吗 南开我们去年好几个学生考南开 好像有考上的 嗯 印象中是有考上的 南开应该是西折吧 好像是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问中折能不能考 中折当然能考 为什么不能考呀 但是中折不要来复旦 就是反正我复旦的那个学中折的人说不是最好的选择 中折的话 同期可以的 对 对对对 中折的情况你就要专门去找 去问问问专门的人 这个东西其实属于 因为基本上我们说哲学院排名是 大部分是按照西折和西马 或者西折或者马折来拍的 对 其实中折的还是一个不会被当成是一个他被首要考虑的对象 所以你不能看一个大的哲学排名 对 五大西折怎么样 五大的西折可以 苏多超是可以的 那当然他现在避难网红对吧 但是其实他血平可以的我觉得他b站那个那个视频肯定是为了这个宣传嘛 他有带有很强的商业性 他本身是可以的对 是 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复旦哲学院好像跟那个b站有什么联动 就是推了一堆老师出来我现在每天打开都给我推 最近在推谁来着 推那个讲古希腊哲学什么不要等你老了才爱上哲学 谁呀推谁 名字忘了 反正复旦之前可能维护形象吧 之前那个谁推的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来着 那个网红 那个名字不是不是行那个名声特别差那个女的那个叫啥来着 成果成果成果对 哦余明峰对对对 复旦现在推余明峰 啊余明峰我也我也看到了对 嗯然后刚才好多问题都散过去了 你们你们真的想问你们再问一遍 有人问那个康德的二手文献 其实你要入门的话 登儿盲的东西是康德是可以看的 绝对是可以看的 然后原著的话 你考试我也说过了 不要直接读纯批 但是那个先变证论你要看一遍 先变证论的那个部分 这是这是先变证论的二律背反的部分要看一下 先演演绎大致扫一下 不需要看懂 你肯定看不懂啊 然后你要知道知道这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然后那个呃 纯批主要是看康德自己写的那个那个 一个未来先上去导论 那本书的话是康德自己写的 纯批的一个汇总啊 一个一个会 纯批的一个一个自己写的二手文献啊 自己写的一个导论 所以是非常靠谱的啊啊 然后那个其实也也比纯批要好读多了 对然后对呃 然后有人说那个康德太难职业黑格 其实是这样的康德入门难 为什么因为句子不好读 全是那个从句 欧陆大长句啊 而且那个德国人自己都觉得不好读 而且拉德而且康德应该是按照拉丁语的习惯写作的 因为当时德国是糟糕的语言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时候德语还是乡马老的语言 所以大家不屑于那个德语啊 所以康德的其实德语虽然是德语写出来的 但是是是按照拉丁文的那个习惯 所以德国人自己读的费劲 他那个大全是大长句 然后康德的入门是比较难的 但是入门以后简单 因为康德的意思都是明确的 虽然他的句子晦色读起来非常拗口 但是意思都是很准确很明白的 只要你你想一下 你每读一句话想一下 意思就还是那个意思 黑格是反过来 没有什么太难的句子 或者说至少小逻辑也不是 大逻辑是地域级别 大逻辑句子也难 然后意思也难 小逻辑看起来好像就是编证法嘛 就跟那个中国人的那个 说说玄话一样 对 然后那个那个 但是黑格的意思非常难 实际上你如果你想一想 你根本就发现自己其实什么也没读懂 对 我前面好像还有好几个问题 我来找一下 年龄大对考验 有一个想 这个影响不大 这个影响不大 但是你年龄多大呀 他在看多大吧 因为其实有一些人甚至年龄比较大 还反过去考博的 对 对 上海有哪些学校比较推荐 这个不是很显然吗 就是你首先你得告诉我 你是考想考什么什么梯队的 比如说你第一梯队呢 就是统计复旦 然后复旦同纪 然后华士大都是很好的 就是华士大不就是那个江宇会 对的江宇会 昨天还有一个华士大的一个那个一个硕士朋友过来找我们玩 然后跟我们说他们哲学院就是好多人都是冲上也会去的 就是对 怎么说呢 就是确实呃可能江宇会在在在在就呆得比较好吧 然后那就是学那种什么激进激进法国哲学都可以去 对可以去 可以去那个 当然我是说你也不是说对他没有完全的那个批判性 但是你不要在那个当着他面 或者在学院里直接搞事情 就是还先先先保证自己的存活 对 好多 为什么这么多信息 同国内西马研究西马复旦张双利复旦有比较好的 复旦南大 南大对 南大 就这么几个学校 其他对方就国外码吗 就是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对 因为西马其实专门的西马专业应该不多 对 嗯 非常少 非常少非常少 大部分还是马哲 嗯 而且就是我们有一个算是内部的信息吧 就是呃怎么说呢 就是呃如果是为了做学术 你是可以去学西马的 但是你出来就是找教职是对应对口教职比较难 因为西马点太少了 太少了 而且现在会比较重视的是马哲马原理啊 然后就是就是所谓的马学科教育嘛 对 但但马哲其实也有好老师 五大的其实很多有有不少的那个马哲老师水平还是不错的 对 呃40岁考员肯定是算大的 算大的 对 但是不是这不是成为你上不了的这个原因 但是对这个这个是是这样的 不过你得找同等学历啊 你得有同等学历 因为肯定要看好那个学校招生要求 嗯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同等学历的那种考研资格 这大哲学能考吗 这大哲学当然能考 这这大哲学 这大哲学其实不错 尤其是他花好多钱把那个老师给请过去了 对对对 很多南大老师都留到那边去了 而且这大 这大哲学有钱对这大哲学是欧陆分析都好就是当然欧陆主要以前原来主要是现象学分析就是尤其跟科自然科学方向相关的那些当然有些科科学还原论大本营和分析这个大本营也在折达但是那个最那个欧陆的那种纯现象学研究也在折达 所以说就其实你你去你可以选你更想跟的老师方向嘛 而且老师某种程度上其实会尊重你的你要是真的想要学这个那分析老师也不会要你要你干嘛 对是这样不过那那折达后面有好多更多的老师进去了 就是折达就是比较丰富的甚至他之前还搞了一个什么道教和脑科学研究 道教修炼和脑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然后是有些南大的西折 南大西折他 南大西折是 南大西折其实 其实本身南大西折的传统是很不错的 但是南大因为前段时间的那个他的这个这个工资的问题教师工资问题有很多的老师流失了 他现在仍然是值得考的一个学校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要仔细看一下老师的问题 南大学科评估很高 对对他的学校肯定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你要自己具体考的话 你查一下你具体导师的问题 对 大家不要刷太快啊 我都已经没有办法回答了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还是主要去回答那个考研方面的问题 因为信息太多了 信息太多了 没有办法每个都回答 这大概 康德光看网课肯定不够的 你必须要去看看数看绕数文献 你自己得看 对尤其是你实在不行 你甚至可以找找论文 僵尸啊 这个我们就不聊了 夏淫怎么样 夏淫可以的 他们不都是那一批的吗 做那个法则的 对做法则的 夏淫是可以的 你要专门做法则是可以的 夏淫还在人大吗 应该在人大吧 二手文献怎么找到好的 就是你去那个 当然你去直网去搜吧 但是你最好是了解一些那个重要的重点的那个哲学问题 就是你这个你可能需要从网界学找或者知乎上找一找的 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找到的 你要知道比较重要的哲学话题的话 你去直网直接搜关键词就好 比如说什么时代未词啊 那个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仙烟演绎啊 对吧仙烟演绎几百的区别 你甚至有很多的最好的文章 甚至你不用直网在微信公众号里就有 因为最热的那些讨论 一定很多在甚至那种学术文章 在微信里都是 公众号里都是能都被转嫁过的 你比如说仙烟演绎的几个版本啊 那些问题 那问题肯定就是 甚至你不需要在织网里花钱都能知道 对 然后有人问穿大怎么样 穿大西哲是好的 穿大西哲不是有那个 最近最近那个老师还出了一本书 就是那个叫渔月 渔月穿大渔月的话 穿大的话整体的实力 原本的实力肯定是不如就传统上 不如那个南大他们高的 但是有有有有些老师非常好 渔月的水平非常高 如果如果能跟他的话 那那你肯定要穿穿穿大了 应该认识两三个渔月的学生 就是感觉确实是好 渔月是那个国外留学回来的 然后他是底子非常深 他是那个黑盖大案管哪边毕业的 就是他对文献的了解非常的熟 而且不他不是书呆子 不是那种文献书呆子 而且性格超级好 性格超级好 对 他是那个真的黑盖研究水平 在国内绝对是领先的 而且他最近出的那个书非常好 对 所以大家都要推那本书 然后我再往下 这书问过了问过了 对我们就问了两遍了 然后山西大学读完是什么样子 应该还是人吧 这个问题有点怪了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呀 现场学跟分析哲学合流的趋势 我觉得我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建议不要凑这个热闹的 就是他对分析哲学可能是个好事 拓宽了这样的一个视野嘛 对现场学本身不是那么好事 因为他是一个起步的学科 因为是做这个的人 就是往往是现场学也不那么懂 分析哲学也不那么懂 然后再尝试把两个东西值放在一起 如果你真的是想对现场学 或者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的话 基本上现场学专业的人 看到这个些他们做的这个作品 只能说很好帮助现场学破圈了 但是远远不够的 无论是用分析哲学做海德格 还是做胡扎尔的 都差太远了 就很多的问题非常的浅薄 它对于你现场学的积累 并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这个学科太年轻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 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不要凑这个热闹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做那个现场学 当然还有一个想说的 就是其实做现场学本身的 这个圈子也挺自闭的 就是现场学本身 甚至很多人觉得 它就是欧陆哲学里面的 另外一个学科 就是说分析哲学欧陆哲学 现场学 就是纯做现场学 就是说不是说海德格尔派的 就纯做胡塞尔派的 就传统的现场学 当然我们也理解 因为胡塞尔现场学 其实著作太多了 就是很多人真的就变成专家了 他们对黑格尔 对德国观念论 对很多的那个甚至很多人 最最远就是在了解个海德格尔 就很多人其他的这个学科水平 知识是没有的 甚至康德都不太懂 这个是不太好的现象 就尤其有志于现场学 就是纯传统做现场学的 我还是希望你多了解一些其他的 对 然后看底下 明航大学 这是不是很太冷门了 太冷门了 对 这个我还得去 专门的找一找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周权苗小助手 到时候我们可以帮你找一下些信息 然后 怎么测估自己的水平 我觉得 对 挺重要的这个问题 但是 但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好回答 对 确实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好回答 你去看看 其实非常简单的是 首先你要知道 它是个应试 它多少是有这个应试的成分 你去找历年的考题 如果你去找 这个比如说复旦的 北大的 你说我觉得自己很牛逼 你先找最牛逼的学校 如果什么 你就去找一些 稍微那个什么的学校 稍微刺一点梯队的学校 反正你就能看一下 那题会不会做 你有没有答题头绪 尤其是 一个一个那个简答题 你能不能至少打出300多个字来 就是如果你发现 你觉得自己一眼特别深刻 我用十句话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多半其实你的水平是不行的 不是用十个字就解决了 对吧 对吧 二十个字 对吧 你只只能 其实你就只能说出这么多的东西 你也不是真的很了解这些东西 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测评方法 对往下看一下 对休闲学是浙大的一个学生 我们也认识这 学生学的朋友 就是他们现在也在搞 就是一些休闲学的一些所谓的什么论坛 还有一些 这个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叫什么什么哲学 都忘了 一个叫休闲哲学 还有个叫什么 名字忘记了 反正就是也是一个蛮冷门的一个小学科 但是现在这个学科 可以说是浙大还是在扶持的 但我忙研究生好考吗 我觉得他好像还 但肯定会比较热门这样好老师 这些好老师会非常热门 就是你们如果说想考的话 那我觉得准备两年都不算是维持过早 对维持过早 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个事情 提前邮件去联系老师 不要觉得是很大的事情 是正常的事情 对 就是所谓的提前套词嘛 对 就是你一定要提前发邮件去联系老师 最好是如果有能力加一下微信 就不要害羞 因为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哲学前的人都 就是整个考研的圈子 这是惯例 就不要觉得什么不好意思什么的 这是惯例 对 然后二十七八岁算老吗 我觉得不算了 不算了 可以考 但是还是重要的是 你要看他考研条件 你能不能满足他的通等学历 对 就你看你到底想干嘛 这个问题我觉得说白了 就是你到底想干嘛 就你二十七八岁了 你现在考这个哲学的研究生 你出来之后想找工作吗 还是想要通过他获得三年的学习机会呢 就你总得有一个自己的内心的一个章程吧 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人生 你总得有一个判断 对 如果说你就是想说我现在就是工作累了 或者说我现在就不想要去做我先下的事情了 我就是想要去好好学习 我就想要去知心真理 我就想要有三年时间休息一下 去好好思考这些最重要的问题 那你就去嘛 就是这个任何时间都不拦着你 考学其实有个最好的一个优势 就是你有三年的时间相对比较闲的 尤其是其实中国的文科硕士 其实相对来讲是要清闲很多的 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包括你去选课也是 很多时候也是兴趣为主要导向 他的压力相对来说小很多 你能做很多事情 你甚至能思考很多事情 有足够的时间 你真到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生活会变得非常枯燥的 而且你想学习几乎是 绝大部分人来讲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很多工作的朋友都想回来靠学 这个我觉得就是如人饮水的男子 你得自己去判断了 对 你需要自己来判断 我们都会不喜欢说就是替你去决定 或者说给你设一个美好愿景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存在 我们不做那种虚假的商业宣传 没必要 就是你自己读了你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你到底想不想读这个事情 其实你自己内心是有判断的 我觉得 外面的人给你任何的信息 只能给你打一石的鸡血 或者给你一石灌鸡汤 但是被考的过程是很枯燥的 就是别看我们现在说这些东西 好像轻轻松松就考上复旦 但其实心理压力是有 心理压力是有 然后除此之外 他是真是学了两三年的 就是这个情况就跟那个 就是大家所想的那些从零开始是不太一样 但是你们也不要压力特别大 就我带学生的情况 我带过零基础的 我带过零基础的学生 基本的情况要是 如果你不着急第一年就考上的话 一年的时间 差不多零基础就能到 你这年就专学习 青红旁的学习 一年的时间你绝对能把哲学 是整个的大致的就是熟悉下来 就是成为一个至少是有 有这个这个 有资格成为一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在这个领域非常比较熟悉 就可能没有熟悉到 我能什么都都背下来 但是熟悉到那个什么东西 我大概都知道了 大致脉络都清楚了 这个程度是你绝对没问题的 一年的时间是绝对没问题的 它没有那么困难 然后有人问 职业考验一定要考985名校吗 当然不用 就是你看这个问题 依旧是你的选择 你到底需求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特别想考985名校 你要是想要就是做这种 什么世俗意义上的逆袭 就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拦着的 那你考了名校 你出来就是混的好 你就是能找 就是相对比普通学校更好的工作 你的起点就是高 这个是一个社会层面的 一个公认的事实 它也不是说我们吹货 当然这是一方面了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真的对哲学感兴趣的话 其实冲一冲985是必要的 是真的 因为确实如此 因为好老师跟坏老师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中国 不是在哪都是这样的 真的确实是如此 说实话复旦的老师很多也是水的 但是最好的老师是真的好 真的最好的老师 还是在那名校里 你不在名校里 就是虽然有绝大部分老师是水的 出对就是现在有一个情况比较麻烦的就是以前我们就比如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来上海读演 就是我保研有很多选择我可以去北京我可以去其他地方就是我看中的就是说上海这块的学术界好就是我就觉得学术圈子好 所以说我是看着地狱来了 我觉得在上海这里就算我自己的学校不是那么好吧 那我去别的地方听课 我去别的地方参加活动 我觉得地方就是因为上海是有很多的那种 就是文化活动 就是学术会议之类的都是可以随便旁听的嘛 就是你去都可以去都可以去 当然现在现在疫情受理影响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你这跟我们一开始想的不一样 我们一开始觉得都希望大家能够去最好的就是就是最有学术资源的城市 你只要在那个城市就好 如果你没有能力考上或者怎么 其实你在那城市就好了 因为都可以旁听的 我们甚至复旦当年是非常开放的 很多民科去旁听的 就是那种和年龄很大了 三四十岁民科 之前你们有没有看论文大师那个视频 他里面讲的就是说有一个农民工 他去那个什么就是当时在西安去各个学校去旁听 然后去各个学校去旁听还跟老师混得很熟 就是跟那些什么所谓的一流的那个当时现在一流的经济学家都都是聊过天 就实际上这种事情早早早几年 很多啊 我们之前也认识一个也是个网上的一个民科搞金融 那个科学怀案论者他跟哲大圈的老师也很熟 对 所以说现在怎么说呢 一线二十条不也出了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学校能够放开这个禁忌的可能性还是大 还是大的 所以如果说让我们推荐说你去考哪个 我觉得选择的话当然首先你要考选城市 首先这个这个学校的就是所在地这个城市是很重要的 然后当然如果说你有更确切的选择 比如说你就想跟哪个老师学什么哲学 你就是特别笃定你 或者你知道自己的水平或者是包括交通方便之类的东西 确定要去哪个学校 这个都是都是这样的 对要看你自己具体的情况 当然如果是特别觉得自己是特别有有能力的 然后特别对真理特别感兴趣的 还是尽可能的充好一点的学校 但最好是985 然后当然然后再差一点至少211 对吧 而且中国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其实中国的哲学院的有哲学系的学校其实不多 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你不可避免的可能只能去选好一点的学校 因为差点学校有哲学专业 但是没有所谓的就是就是一个一个很大的系或一个一个学院 像是复旦就是有哲学学院嘛 就是有有所谓有哲学学院的学校 其实都会对这个学科的发展是更好的 对是 有的学校就是可能只有一个什么 哲学专业 只将成立的一个什么社科学部 比如说像上大这样的普通学校 就是他只有一个社科学部和课号加一个补 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成立嘛 这个情况资源 然后人脉 然后无论是书籍还是各方面 就是肯定是不如这些有正经的哲学学院的学校的 对 所以就是如果说推荐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你去一个有哲学学院的 专门去扶持这个学科的这样一个学校 你去做无论说说学术上的进步 还是说一些人之间的交流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对是这样的 对 所以这个会比较比较比较有意义 然后 夏宜在清华 OK 我的我的信息比较老 怎么判断自己适合哪个二级学科 这个你自己没有判断吗 这个是没有办法帮你判断 因为你得看兴趣 你首先得知道他们是什么吧 对 你这个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们来帮你判断的 因为你得如果自己 连知道哪个学科的具体特点是什么 在研究什么 你这个都不知道的话 没有人能帮你判断 你首先得搞清楚 他们是什么 都有什么学科 然后他们是什么 他们具体偏重什么 比如说马马克思马哲偏重什么 西马偏重什么 然后西哲偏重什么 中哲偏重什么 对吧 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再看自己兴趣在哪 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在哪 那这些事情 而且你肯定是要这些书 你要至少稍微读一下了 对吧 你究竟觉得自己 就究竟看哪个 你不是说你看 有的人看中哲就困了 那你就不要去学中哲了 对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确实在在中国的 我不知道西方什么样的 中国的这个学术体制 是我觉得也是有点怪的 就是你如果研究西哲 你是这辈子 是发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 就是马克思不算西哲人 对 马克思算马哲人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奇怪的 你要知道他们有些界限是经理分明的 对 如果说要就是说 按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事情就对你的个人的利益来说的话 就比如说如何好发文章 如何好网上晋升 这些比较现实层面的东西的话 那当然是马哲比较好嘛 就马哲和中哲都算好的 都算好的 现在比较提倡这些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西哲永远是最卷的 就是因为这个学术有比试链的嘛 我们都知道这个呃 就业最好就业的通常在比试链底端 就是每次都是 我们都知道马哲中哲最好就业 但是实际上最考的最多还是西哲 对最卷的最考的最多的还是西哲 因为多少来这个专业的人还是稍微 至少进这个专业之前是稍微点理想 就是对真理感兴趣的话 因为如果你对真理彻底不感兴趣 你干脆对整个哲学大类都不有什么兴趣啊 对吧 你稍微点感兴趣 人还是愿意去学一下西哲的 对 嗯 好 我们再往下看哈 人民大学 好的 说过了 强的 说过了 穿大片精神分析 你说心理学 啊 不是 他说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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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的 五大同码还是什么 就那个 专门搞经分的那些人 我知道 对 他们是专门做经分的 他们不应该严格不算哲学吧 哲学系的 对 他们是专门搞经分析的 就是那个东西跟搞哲学又差点远 他是专门做 甚至是那个做精神分析治疗的 对 这个西南地区考研有什么推荐的学校吗 西南地区 呃 西南地区那不就是川大 川大 然后 崇大是在哪里 崇大是高原院还是什么吧 我不太记得了 就是 崇庆 对 崇庆跟四川 因为离又挺近 对 我是说崇大有高原院 但高原院收的学生是什么方向我不太清楚了 好像还是偏古典的 就是但但但有没有西者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 我只是记得我当年的时候 呃知道那边是收中折 收镇折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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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也是一个古典 比较偏古典的比较偏古典的一个窝点 对比较保守 然后呃 武汉算吗西南 我怎么可能算在华中地区啊 我这地理不好 哎 华中师大就在就在武汉啊 你在说什么 嗯 然后西南地区其他的我想一下 嗯 西南地区 还有什么好学校 云南大学算好了吧 在里面 嗯 已经算好了 就是我们认识云南大学的朋友 就是当然我觉得客观上来说 肯定不算特别好了 但是呃就看你 性价比还可以 但是如果如果就是你特别有能力 就不要考虑云大了吧 你特别有能力啊 特别有能力去去最好的学校 对对是 然后呃 当然有有 我觉得那个云大还应该还是不如穿它的 差远了你在说什么 是啊 这这个这个 不要这么这么 因为我感觉你放在一块讲的 然后有点有点乱 对对对 那那就穿大肯定是 如果有能力穿大是比较好的 然后如果如果稍微那个什么的话 你就云大可以试试 对对 然后还有新西南大学好像也有 嗯 然后那个 新大学有 对 云大的话 云师大我们也有朋友在那边读 对 云师大 云师大有折 就现在说的是有折约系的 不是在说好的 对对对啊 好的话你还是如果能选穿大选穿大对 然后还有那个云南农业大学也有 云南农业大学我们还认识那边的老师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也可以的 那边 因为有的老师我们都认识 对如果你要是想认识路标那边的人的话 并且对于这个这个学科的那个要求不是很高 去云南也可以 去云南是可以的 我们这是云南很多人 云南很多人 对 云南那边无论做学术的还是还是还是民间的一些学学学学者啊 我们都比较熟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再再来问我们吗 二外三外有什么比较好的 当然是你看你做什么方向 如果是做德国方向 那肯定是最好是学德语 你最好能看到德语文献 因为确实还是最好的文献是德语文献 如果是做法国哲学法语是比较好的 当然那个基本上 学欧陆哲学就德语和法语嘛 对吧 然后做分析其实用不着了 有人回答 法语德语 当然如果你进了学校有兴趣可以学古希腊语 对 当然其实没有古希腊语了 现在就是基本上 就是你学的希腊语 基本上也都是现代化的 对 就是严格的古希腊语这个语言 其实应该是已经不太有 嗯 看一下 余悦余悦他说了 对 有人回答了 华南师范 华南师范 还好 还好 就是也属于属于第二 第二梯队的 对 也不是说特别好吧 哦对对对哲学读书会对做修宪哲学的那个第二开大二开始看原著啊可以啊大二其实是你大一 我觉得没必要卷成那个样子大二开始是是绝对是来得及的就像我说的其实你零基础你猛学个一年你也很多东西差不多都知道对就是当然我觉得积累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本科就学哲学的话你最好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这个原著语读上如果你的学业还能承担得了的话对因为这个时间还挺难得的 这个太这个太空了不要问空的问题 然后其实时间不早的看未明子视频对考研有帮助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那是两套东西不要不要把它试图联系起来他可能非常有助于你哲学入门还有你自作哲学本身的思考但是不要把它带到学员体制了这个东西是不合适的 如果呃你不你不要不要如果你是因为未明子的东西来觉得来进学院的话我觉得你就别来了就是会会你会觉得很不适应的那是两套东西 当然如果你是对哲学本身有兴趣对就是而不是说只是对思考有兴趣 如果就是只是对学哲学这个学科这个硬的知识像得到一些硬的功底那女孩进学院是有好处的 对但你要知道你要做两种思维方式你要做一个调整的和适应的对 这确实就是其实我所谓的网折思维跟那个就是有很大区别是有区别的 对而且呃真正就是两两套东西都懂的人是很少很少的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从各方面来讲需要有更多学院的人呃是是懂能懂两套东西 而且希望其实有很多网折的人进入学院对改变学院有很大的好处的 而且说一个非常空的话其实他对未来很多东西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都是有好处的 对 看一下下面 大家都说别别劝劝他别跨考什么叫跨考劣势大吗 就是哲学的跨考的劣势其实还是相对的小很多 因为哲学他也很少就本科有哲学的学校都不多呀 对就是只有很多考研很多都是跨考的 我是跨考我学长也是跨考的 我认知是很多人是跨考包括很多作业宗教系的人也都是跨考 而且就是哲学很多就是呃就是就是他他学生嘛就很多保研上去的 当然就是自己本专业的学生了 考研考研呢很多很多都是跨考对 就这个比例是比全家学会绝对要高就比文学要高太多了 对因为因为真的对哲学感兴趣的人往往就本科不一定在哲学系 而且很明显的就是你高考报这样的时候很多人家长是不太同意你报个哲学的 嗯是这样是这样就是哲学经常是被调剂的 因为你你在就是比如说高中进入到科的阶段的时候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 就你只是按照说这个学科热不热门多少分就是不要浪费我的分数 这个这个心态说我去报一个我去报一个什么专业 然后我就觉得很少有人说上来就直接收小分对很少 但有我确实见过听过有的人就很少 而且很多哲学学科因为它是有个真理性的导向 所以很多的情况都是跨专业的人人这样的一个过来考的对 对的然后我看一下 附带郝老师刚刚说过了吧 没说过 嗯就简单说一下 最好的是两个老师是丁云跟张尔伦张尔伦快快那个什么快退休了 然后丁云是非常好的但是丁云非常难难弄上 如果你能本科能考上他就你要早联系他 你要本科科因为他自己本科很多本科生就会找他 他可能对因为丁云心还比较那个软 他会首先考虑本校学生就肯定会给尽可能给那个进的人机会 或者是给他熟悉的人机会 所以说如果你想考他的话早跟他联系 然后他也比较抢手 丁云是最好的因为他什么都懂 而且那个有很大很难得的有很大的那个 他不像那个现在很多是做做做哲学做成专家 他有大问题意识 对有很多本质的问题啊 然后丁云是最好的 当然他的意识形态是做做就是那个那个 我们就常说的那种偏保守的那种左派 偏保守的左派啊 但是不要那个在意识形态方面跟老师杠啊 这个没有必要的你去学他有用的东西啊 然后呃呃呃呃那个那个在其他的话啊 呃呃就是可能那法国哲学莫为民还是可以的 对啊但是其他老师就相对弱一点了啊 法国法国那边的呃莫为民是可以的啊 就是至少年纪比较高 然后可能他新的东西不已经不是那么懂了 但是工地还在啊 法国那边工地还在啊 然后不要的啊 进雷区设臂屏啊 这个我也我也这个什么啊 就是呃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这个你懂的 就是你跟他他他什么也学不到 他几乎什么也不懂 这个他的水平还没有考研学生那么高呢 哎这个他说的有点过了 是不是说说真的 你去所有修过他的课的人都不要后悔 所以就是雷区啊 这个这段不要截屏啊 这段不要录啊 对 反正就是如果能选的话就不要选他就好了 不要选他 对啊 那是明白了 然后其他的你就看情况 对 嗯 好的 当然有些不能带学生的 但你可以跟他多交流 比如说王伟做那个做古希腊的清教 对 那都过过过几年了 对 呃 然后孙宁也还可以啊 孙宁是做那实用主义的 对 英美的实用主义 哎 没事了 不要再问谁了 你你们又不会考 你们又不考你们就隔着八卦是吧 对 把把主播加在火上考 哈哈哈哈 然后我看一下 嗯对 对 讨论环境这个事情我还是说一下的 就是不要被动的等啊 就是你尽量去找有同众同兴趣的人自己组组组织讨论会 而且这个事情确实会给你的那个学分有一些好的影响的 啊包括对对呃一些那个你身博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是有一些影响的你可以自己组织讨论会啊 呃这个是学校鼓励的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有有一个好的环境 但是你也不要 寄太多希望于这个就是你不要搞个大的 就大部分人其实硕士生阶段很多人是滑水的 但但是不会所有人都滑水啊 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人是要读博士的 不但到博士阶段大家水平至少不会不会很差啊 就基本上啊大家的功底度还在啊 就是基本到博士的学习分别还是比较好的啊 啊所以至少数字阶段的话 你不要有那么高的期望 你但是你能还是能找到几个这种高的道合的人 但你要一个主动性啊一定要有一个主动性 要要那个什么包括读书会很容易变成你最后坚持不下去啊 而且读书会你你一定要事先做准备的啊 你搞读书会不是说到时候临场读到临场的时候本人说一人读一段 然后讨论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三三三次你就开不下去了 一定要什么呀每个轮轮每个人轮岗一人负责一段 然后啊你保证的是什么保证的是那个那个人主要那个人这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就是他负责这一部分非常认真的研读研讨 然后到他要做presentation 然后大家去讨论但其他人之前读过文本啊 但是会有一个人主讲这个人主讲不仅要看文本还要插资料 然后讲给大家然后大家讨论好吧 必须是这个样子的你必须提前准备好了啊 然后保证的是你开讨论会的时候研讨会的时候 当时不用再读书了至少不用从头开始读了 你把好多人研讨会真的是啊 书刚翻开第一段我读一个自然段你读一个自然段 而且你肯定是读给大家听对吧 读如果没看过这本书只读一遍 首先你脑子根本就想不过来 再而且你肯定会走神 你这边读就是废的白读的 所以最差的情况下就是说 读你读我一句我读一段你读一段我读一段 最后其实整个文章就没没听听到多少部分讨论也在瞎讨论 或者根本就讨论不了 甚至最差的就是第一段读了好一遍 因为一直在走神 这情况是很正常的一定不要去现场读 反正就是一些小技巧了 这个后面要是想学习的话 其实这些技巧大家都会慢慢明白 对 然后看一下 大二开始准备快考985的难度大吗 这个很难讲难度大不大 你要当然是大二准备是够了 就是就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大二开始准备 这个时候你要看原著 然后已经开始做一些 但是你真正知道自己能不能可能得到大三 你到大三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你不可能大二的时候就立马知道 但是你大二时候开始准备是不晚的 你到大三的时候无论是知道自己有能力考上 还是没有能力考上 其实我觉得都是个好事 而且即使考不上985 考上一个211的 其实也是也是可以的 也是相当可以的 就是如果你准备足够充分的话 我觉得哲学考研虽然现在越来越转 其实是可以充985的 可以对 哲学这门学科在考研中已经是非常不卷的了 或者说说是不是说不卷 或者说他已经多少不是那么样吃考试的了 就是说他还是吃理解的 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吃理解的了 就是不是说已经相当的不那么依赖刷题了 他不像你做数学对吧 你有一个好的你数学肯定不能说我理解了 然后我不去做题 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有有你这个绝对不可能是靠这个东西考试的 哲学已经是全是主观体 已经啊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不需要你硬背太多纯的历史材料 就是那些根本没有什么思想性 指这些历史事实文学是有很多这种东西的 哲学已经很友好了 就是说他已经是非常吃的是已经不是应试能力了 所以说是可以充的啊 对于很多情况你真的有兴趣 而且智商有一个基本的水平 不用多聪明讲真的话 你只要够努力一两年的时间 你去充个985很多人是有希望的 就算不行 充211 我觉得基本是稳的 至少基本是稳的 211现在还没有那么绝啊 这个这个其实已经是很友好了 对 我们算过就是 呃我们之前那个 你们可以你们要是对对考研择校这个事情感兴趣 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公众号 叫哲学喵哲学喵考研对 对我在这打出来吧 打出来 你们老师有人问择校 我觉得择校你还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清晰的东西吧 就不要 而且比较累了 肯定后面我们要暂时休息了 后面 对就是你们自己去看吧 对 这个东西在那个公众号上有很多 有很多 就是我们现在还在慢慢做 就是还在一点点更新 就是现在那些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学校 很多学校都已经 都已经有有有在上面有有有有讲过了 有有精细的分析过了 就是呃 所谓的这个择校这个问题嘛 就首先你知道这个学校 呃他的学生水平怎么样 他有哪些老师 就我们先跟你说一下哪些老师 然后你看有没有这个老师 有没有有对你感兴趣的这个研究方向 比如说你想做法则 那这边有没有老师做法则 然后比如说你你想要研究什么 呃胡塞尔 那这边有没有老师研究胡塞尔 就是这个信息就是说我们可以打 就是可以打通一些信息 然后除此之外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一个呃 呃要了解这个学校取往年的报考情况 就是知道那个所谓的暴露比 就是有多少的呃 因为哎呃简单说一下 因为我感觉你们好像很多人都 考研都没有概念 就考研这个事情啊 读研究生这个事情 录取研究生这个事情 主要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保研 一部分是考研 考研 然后保研这部分又称为推勉 推勉基本上是在夏天就已经结束了 就所谓的推勉夏令营 然后我相信在座的人应该很多人是没有推勉资格的吧 就有推勉资格的应该不算多 因为现在推勉也很卷 然后呃推勉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就等于说是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专业 他今年有一个就是招生额度 比如说我招十个人 然后他推勉的额度一般会在就是说呃 基本上会在一半左右吧 我印象中啊 有的学校会多一点学校会少一点 这个很难讲 就是呃 也那个武汉大学为例吧 武汉大学就是说他的推勉 就是人大概比如十个里面他推五个 或推六个 就是反正总之会留下五到呃 呃五到就是五 五四到六个名额给其他的学科 当然也有推勉很多 推勉那个占很多的 然后剩下这些名额才是你去衡量自己能不能考上的这个名额 对 就嗯 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推勉有的人不去 就是说推勉我我假定名额就是说要有四个 四个四个名额 就这四个名额就是给推勉升的 但是很不幸就是说参加这个加林营的学生可能就只有三个 最后只有一个人决定说我推勉这个学生 那那么这四个名额中就还有三个名额就是说推勉升根本就没用 那么这三个名额就归到这个考验名额中来 也就是说考验名额加三个 但这个信息的话是比较细节的信息 就是说你要去等到呃推勉升的那个名单出来之后才能知道的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在预算的时候考虑的是首先是呃正常推勉 因为现在推勉基本上都是很卷的也很少说有哪个学校说 空出来一堆名额给那个考验的这个是个情况是较少的 所以说基本上还是看呃有多少推勉有多少考验 然后这个考验的名额就是说比如说有六个吧有六个名额 然后你要观察的是往年有多少人报考这个专业 嗯就是比如说报考这个专业的有什么呃几百个就是一百个 那么就是暴露比就是说他除一下就是有你报报报的和录取的这个比例 你可以除一下如果说是在一比十之内的话 其实都算是比较温和的有的就是一比五啊 甚至是一比三一比二啊那个就是特别好考了 有的学校是属于那种你报了就能上的真的有这样的学校 当然学校会特别好肯定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有的是专业会比较容易你其实复旦虽然说我们西哲很卷 但很多西哲被逃下来害下来的人 其实基本上被伦理系啊宗教系也接走了 嗯而且其实复旦的情况下其实你进了初试啊 其实就就相对于说就挺稳了 因为如果你不是非得考西哲的话你你下午去复试 当然西马这跟西马没办法他们是一块一块考的跟西哲 你就看伦理学啊和宗教学啊基本上就是调剂 服从调剂的话基本上都能上 因为这些这些人没什么没什么人来过去 对伦理系可能稍微热一点对 但其他像科学哲学啊这就是稍微容易一些 对就是说有一些不是很卷的学科 对可以去考虑一下 有点类似于是一个弯道超车的选项 嗯再来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两年科哲比之前要热了 科哲要热 也是大家都是学不了西哲然后去决定去学科哲 虽然我觉得科哲还是有点水的真的来讲 但是可以可以尝试了但是如果硬的话真的硬的话 就是你可以另辟蹊径学个逻辑学 虽然我觉得但是那个虽然学起来很要命真的很要命 真的很要命 但是那个确实很硬的学科 嗯是这样对 呃然后主要的就是考研收的多的几个学科嘛 一个是西哲一个是中哲一个是马哲 这三个学科收的比较多的 当然还有马原理马马原理是经常是开在马院的 他不是开在哲院就叫马克思主义原理 呃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这门学科他有点像是呃升级版的考研考研政治啊 升级版的那个嗯就是政治思想思政吧 就是有点像是这种感觉 就他的呃呃知识水平肯定是不如其他学科高的 但是他考的人也挺多 然后他收的人也挺多 嗯就是总之他是一个考的多收的也多的学的学科 就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观察观看关注一下 而这门学科我们也有老师在教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是一个 马原理是什么 对马原理是一个清华的老师 就是他是真的很强 他的那个他的考研政治考了80多分 就是我听说是85左右就是非常非常强 非常非常牛 当然那个如果稍微对学术感兴趣的话 就是马哲史 嗯马哲史其实要更学术一点 就有就是马斯本神的那个文献学 对 就是做学术的话 当然我们还是觉得你去呃呃 西马马哲 然后马马哲史 马哲史中哲 就是这些就是老学科 对会好很多 就是马原理属于一个就是偏政治的学科吧 呃就是对他没有什么他实在内容比较少 对 呃然后呃就说到那个就是就是大家可能 名额也多就是他开的学校也多名额也多 然后但但西马也减苦的西马就少多了 就是就是西要少多 西马在卷度上可能某种程度还超过西 对是的但是马哲要容易些 但马哲也算有些东西了 对马马哲史也是 但是但是那个马马原理就就是比较水 对相对水相对嗯 然后呃大家就是看自己感兴趣啥吗 就是这这个这个就属于是一个个人爱好的方向了 有人没有文学考验目前没有 哎好累好累 差不多今天到这吧 我一到你那个有人一直要连麦他要问啥 嗯 我出了 嗯 我出了 没事 那我们就有什么有什么那个就是具体有什么 就比如说你自己想考的啊然后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给我领个麦 就是我们也快结束了 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嗯今天这个先不要聊别的 对因为再聊别的我们都混乱了 对又会变成一个漫长的有人问折尾笔记 除了笔记这个事不知道怎么怎么细说了 反正我我们自己是有那个做这个资料的 对有资料的 但如果如果你报那个反正你要是报那个折尾喵的课的话 反正是肯定是会有的 对就是老师做的嘛 就是如果你要自己想做笔记的话 呃那也是有一些具体方法了 对要不我们下次找一个做视频说一下吧 今天再解释有点太长了 怎么做笔记可以教一下大家 不过要讲具体的笔记的话 那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哲学苗 对嗯然后发文有建议吗 发文发论文吗 他有没有进一步解释 不知道 对硕士阶段 其实哲学系的是没有必要考虑发论文的 如果是哲学系 因为首先发不了 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看你的那个那个那个身份位置 而且因为看比较少 就哲学你到硕士阶段 其实没必要去考虑太多发文章的事情 但博士是必须的 博士你必须要发文章 而且你最好了解一下你那个这个整个的情况 因为有的学校是有自己学校考虑的 博士生可能是那个可以 肯定帮你发一篇的 你要跟老师或者说跟一些同学啊 或者什么去确认一些信息 但是说实话就是你如果是想考研 你为什么要考虑发文的事情 考对有的学科就可能研究生需要发文章 那也许他会是一个敲门转 但是你要看你要衡量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经历问题嘛 对但其实即使非常牛逼的老师 也不会看你硕士发文的 大家都明白现在这个情况 对而且你给钱发的文章 老师难道不知道什么看水什么看不水吗 你想想看 就是你要靠自己能力有能力发文章 那我觉得你发呢 对如果能发到那个核心文章当然是 一般文章看不其实没有必要 尤其考硕士的话 那其实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其实大多数就是好的看物 特别看你的开头就是你要是一个本科生 真的超级难 就是现在连硕士都很难 现在就是所以说像他像他们像他们复旦毕业 就不需要C看就是很多学校都是不需要C看 不需要的 以前以前可能有的学校需要 但是现在都是不需要C看 嗯但你读博士还是需要的 对当然博士当然需要 博士要不然怎么衡量你的能力吗 大家只能通过这个指标来衡量了 没有办法 然后 有那个朋友想语音的吗 就是得这个事啊 有什么就是关于这个考研这个事有什么想要语音的吗 我们可以大家接两个 什么正事了 大家都不想 估计大家也就是没有没有就是决定说我要考研 就是了解一下 嗯 嗯 我看已经没有太多人问问题了 嗯吉林大学马哲行吗 就是这个你怎么判断行不行这个问题 你你先你先告诉我什么什么觉得行不行 就如果说是那种超级知名的老师 那我觉得可可可能就是没有特别特别知名的老师 对 嗯 他应该是问法国留学了 嗯 你好 你好 那个听到了吗 听到了你说 那个就是我有想考虑就是那个读音读习者 嗯 你不是之前问有法吗 然后我想更多最近 哦对 对那个我其实就是我我我最近啊不是就是我看了一个卫明子的视频 然后慢慢的开始有那个想去读音这个想法就想到时候去学 就真的去学这个东西 嗯 然后原来我的想法就是可能去法国 但是就是现在我的就是我也在考虑就在国内读音的这个方向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国内读音他学东西的话就是能学到东西吗 啊 就是就读音来说 你要是985的高校肯定能学到东西 嗯 对是985高校首先你肯定是能学到东西的 当然当然这个事情也是呃 其实文科有一个特点就是本身大量是靠自学的 其实你到国外也是 因为老师能给你的指导很有限的 对呃 甚至说实话有些很水的课你就可以直接撬掉 就是说因为其实管子也不严很多的课你最后交一个 学习作业就可以了 你交个作业就可以了 就是期末的时候 所以说水的课 那你可以花 但是去校的班去玩去 不然打游戏去了啊 就是那个你大部分时间一定要是自学了 然后好的老师的课是一定要去听的 对 就是你如果去你去985学校是一定能学到东西的 对 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呃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不是的话 如果你有能力 能留学的话 其实我觉得 冲酒吧 不高算应该是可以的 对 而且你在国内 大家有一些 国内大家的好处 就是之前也说过了 对 嗯 喂 喂 听不到了 他应该往不好了 不过我们往不好了 好吧 能听到吗 诶 所以说那个 直播间能听到吗 直播间你们能听到吗 听不到了 你们能听到吗 不能 那就是没有 那就是应该只能挂了 他那边应该是网断掉了 或怎么样 我们说话 他们都能听到 对吧 他说话听不到 应该是 那就那就是这个原因 对 那就是 那他网断掉了 他应该网断掉了 反正我们大概说一下吧 还是就是 国内的这个哲学学习 其实这不要妖魔化 国内的这个学术体系 就是还是能学到东西的 当然 整个的整体水平 还是不如国外的 但是国内会有 国内的一些好处 对 你在国内外的话 有一些毕业上的 能不能毕业啊 比如如果你去欧陆的话 能不能毕业是个问题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卷 国内其实相对没有 国外那么卷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国内的话 如果你后面吃一碗饭的话 可能 人脉方面 你要发展人脉要更容易一些 对 这有些这样的好处吧 对 当然如果你有特别的那样的一个 如果语言优势 很好的 语言优势 我觉得出去也是很好的 对 如果 英语国家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从小就英语 还好一些 你要是德语法语的国家的话 其实非常吃语言 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法语学习的话 法语有个很大特点 他的书面语跟口语是两码事 你如果只语言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你去在法国是学不了文科的 就是你必须得保证语言非常好 对 这点是 否则其实非常痛苦了 我知道有很多的人 其实去了德国留学的话 其实还是在自学 因为上课听不太懂 因为你想想你是去学一个文科 你的日 只学一个日常交流够用的语言 是根本不够用的 在我们当年的时候 你要是学法文 你要想转文科的话 你还得 我强制你再学一点语言 因为你实际上语言得重学 你日常交流根本不够 学理科就可以 我们经济学其实不怎么吃语言 我们当时的经济学 其实日常交流用语就够了 你基本就能听到了 但是我们 其实在学经济学的时候 也接触一门文科 那真的跟地狱一样 就是法学 根本什么也听不懂 什么也听不懂 因为你想想他是在 你要是听的是书面语 但是在听听力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对 如果反正是这个情况下 就是你语言要必须要好 我真的有想考验了 你们加个群吧 对 我们之前就是刚刚弄了一个群 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如果什么有什么信息之间 可以交流交流 还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稍等 稍等稍等 行 不过来 不过去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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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 不准 加这个吧 对 大家给扫一个这个 现在群里人还不多 先到先得 也没什么可得了 就反正快点加吧 对 主要是可以分享一下 那个真题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可能说 发在那个B站上 B站上怎么发呢 就是很快就被 就其实连那个 我们现在发好的东西 都过不了事 大家还是进群交流吧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什么 就是会有一个单独的 比较特殊的版 就是西者方面 强化 强化版 由十二辉来教 对 那个十二辉是 我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 要捞老鼠了 对 他可是著名老鼠 柏拉达 第108代传输 差不多 就这个意思 反正就是 如果说真的想学点东西的话 你可以考虑就是 咨询一下小助手 在野大群里 就是问他 强化版的事情 对 强化版的事情 不过 不过如果说你们没有需求 就不要摁包 就真的 不要摁包 其实我不觉得说 就是这是一个打发时间的 一个好 对 因为我来这肯定是要真的学习的 而且最好是有一点基础的 最后有一点基础 然后 我确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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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尔辉会帮你 进行一个真正的强化 那个东西肯定会 强化版的强化 肯定是 既满足你考研的需求 同时也满足一些理论兴趣 就是他会略微超出一定的 那个单纯考研的需要的 对 他肯定会对你的 那个基本功的打底 是非常有帮助的 刚刚有个人申请连迈 闪 闪现就不见了 对 肯定是 主要是我们 群里主要是要分享一些 真体呀啥的 就是可能没有什么 太多知识性的东西 你要 你要是不是为了信息 或者说 就是有什么问 就是考研方向问题的话 可能要不你 还是进鼠群吧 对 进鼠群 然后 不考研的能来吗 可以啊 但是你得保证一点 就是 一个是 不考研的可以来报 以前其实有这个先例的 但是你得保证 你是认真来学习的 不是来划水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 就是实际上不是 我们不考研的比例 和考研的比例 其实 差不多 也不是差不多 大概30% 对 就是其实纯粹是说 为了来哲学学习 但是我们正经是想做这个考研的 就是就是知识上是能保证你的知识 但是我们确实在形式上是一定要说做做到帮你考上研 因为这是一个呃纯粹的技术性的活 对会有一些其他的服务 因为我们除了那个讲知识会有其他的服务啊 当然当然这个东西就是你看你自己判断了 就是你肯定会因为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的 就是因为也没有那么贵 市面上的要便宜 比市面上的要便宜 我们是肯定比市面价格要便宜 但是会稍微有一点贵 因为毕竟是全年的服务 它不只是课程的售卖 它有一整年的服务 它肯定是要有人员和这个工资的成本的 所以说单纯的只是来听课的话 你肯定会付一些费用 是在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上 比如说我们会有大量的考试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开始最开始带的那种学生 就是类似于就是我们希望把知识讲明白 然后他们自己去钻研考试技巧 然后就发现不行 就是学生就是上了考场 就发现他们自己钻研的考试技巧不行 就是还是不如说我们好好一起去商量 去研究研发出来的一些考验技巧 你能说那个报道跟着80%能考上吗 就是如果你认真学80%能考上 但是那个首先你要努力 其实考研这个事儿心理问题很大 对心理念的 特别到了后半段的时候 尤其到了一般到了暑假或暑假之后那段时间 因为暑假嘛很多人都在玩 然后很多人都找到老工作去实习 对是那个时候 你就觉得哎呀卧槽 我为什么一定要考这个 中途放弃考研的人很多 真的一直都是 但是也不是说最后大家大部分 这肯定是少部分了 肯定还是少部分 但是说但是确实有不少的人中途放弃了 自己放弃了 对这个有过考研经历的人都知道吧 对就是到一般来说到八月九月的时候 就特别的怀疑人生 就是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考这个破研究生 对不过那个什么 那个有人愿意那个什么也挺好的 就是你要愿意不考研来报也可以的 但是会有考试啊 考试还是基本上强制参加的 你自己想一下 当然当然确实有过考试的 经历过那种考研的考研的人 就我们当时学法语也是 就我们每次考试的时候都甚至 那个时候很地域的 我们当时是 你想想我们三年在法国的留学 就是至少三年以上了 就是有的人要五年对吧 那么这个考研的这个学在法国学生涯 是靠一年的法语来学习来支持的 以前从来没学过 怎么突然这么多人进群 你们真的想考研吗 开始怀疑了 你们是不是只想跟楚小慧聊天 那那个进属群就行 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方案就是考试 就是我们考的那种事情都是比学的要多的 我们每次的考试都遇到没有学过的东西 就是那样的一个硬上 当然我们不会那个样子了 不会那么逼你了 那个没有必要 但是我们也是有一定的紧张性 其实是有用的 对你考试是有用的 其实情况是因为环境在边缺 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么功利的事情 压到每个人头上 而是因为其他人都在报那些 就是很复杂的班行什么 就是去别的机构找各种老师去补习 然后又是干这个又是干那个 就是有很多很多花哨的选择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的 就是总之那些东西太卷了 你确实得练 因为考试的时候 你就是面临和各种各样的人去竞争了 对如果只想单纯想进属群的话 你去后台私信 后台私信我们 对当然也可以通过连麦 然后我们觉得你很好玩 然后就会加你 这个有朋友连麦想干嘛 聊点啥 哈喽 哈喽 哈喽哈喽 那里 你好 你好 这大概可以问什么问题呢 就是 什么问题 你没有问题 今天主题相关了吗 今天主题相关了 没有这相关 跟考研相关了 跟学习或者 至少跟学习相关 就是想问关于这个法语的问题 就是 你可以 你问 就是我最近也在学 就是 我有一个余伴 就是他考到那个TELF的B2 然后呢 就是 在跟他学 但是他说门槛很高 就是 他现在好像是那个李斯本 好像一年要150万欧的那个学费 好大 我就有点迟 因为我家里没有矿 你是什么学科 什么学科 就是我只想问一下 其他是我的隐私 法国的情况是 私立学校肯定是非常贵的 特别昂贵 但是公立学校的那个是不贵的 我当时读的公立学校 我们只有那个什么 只有那个那个注册费 就是几十欧的注册费每年 而且欧洲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的公立的基本是社区大学 就是质量很差 然后所有的好学校基本都是私立的 要收高学费 在欧洲大陆的情况下 它保持着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没有那么资的 没有那么资的一个情况 所以没有那么资本主义 所以他们其实还有很好的公立大学 我知道 但是公立法国公立学校 其实很难考 就是每年就那几个 对 是这样的 公立学校比较难考 但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项目 就你去多了解一下 一般二三线城市 肯定是找不到这样的信息的 你可能去问一下一线同学的人 或者说有没有一线同学 一线的亲戚什么的 或者你在你所在省的一线城市里面去找一下 有没有关于一些跨国留学的项目 对 我就每天和那个可以说是老师吧 每天和他练那个法语 就是我在旧法音 因为那个法语的那个法音 我还是比较基础的 但是你去文科二里科 文的 文科还是挺挺难的 文科的话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是吧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他那个我们 预科读完了之后 他们都不放心 就是就很多大学让你再强制再读半年语言 读半年语言要是一年的 好像是 对 有的有地方试着读一年 是 反正 我觉得你现在 当然语言的学习不能放松了 但是你抓紧找学校 找学校 主要是想论 就是这可以说 主要是想论 其实现在论的话 你留下 就是读完读完了之后 留下来的概率也不是很大 就是这个你想好了 你学 就是你不说你学啥了 你这个 对 你具体学什么的 你既然是隐私 那我们就不聊这个细节 就不聊这么细节了 对 因为如果说你是学技术类的 比如说那个技术 会好一点稍微 需要的话 就是甚至是你学点什么报税之类的 就是你在留海关什么这些都是有可能性的 如果你是学纯文科的话 这个确实是有非常困难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在法国找不到工作的话 你是很难留下来的 基本基本是不可能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基本上 我感觉那边就比较 啊 那边好像比较商业化一点 我那个他是学那个西语的 好像是他考到那个B2了 然后直接塞了150万 我直接走了 就明年他又走了 你不是说你这样没钱吗 对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 这个这个这个有块 可以参考吗 这个反而参考不了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情况就是 反正理科的话B2就够了 其实很多文科院校 可能你B2有了之后 他让你再学一些单词上的东西 对 但是确实文科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难度 因为法语的书面语和口语差别很大 就反正你阅读起来肯定是很不容易的 读那些文本 就读都很难 它不像英语其实还是很好学的 相对来讲 是的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慎重一下 如果只是为了润的话 真的就是 我觉得你还仔细考虑考虑吧 因为其实不太容易 因为你在想一个条件 对 中国人在法国的学术体系里找到教职是很难的 基本上还是要回国 是的 那我们先聊到这里 先聊到这里吧 好 谢谢 好嘞 不好意思 刚刚有什么问题 我想回一下来这 我忘记了 属群怎么进 说了过了 后台私信 如果单纯想进属群 后台私信 然后有 你后台私信 你再跟我们说说你的情况 行 我们这样方便 我们筛选 要不然 就是属群是属于 现在是属于 就是 比较自由的状态 就是它没有特别多的规则 然后我们就尽量靠那个提高门槛来解决 就是说一些潜在的纷争问题 比如说那个嘴尖不尖呀 耳朵到底是不是 远不圆呀 是不是可爱的老鼠 是不是这可爱的小老鼠 肚子大不大呀 对 好的 然后看一下 有没有偷个名呀 什么的 具体关于什么班型呀 什么这些事情 你都都进群了之后 去找那个小猪手 它今晚也太晚了 你别别打扰人家 人家也是一个 就是可爱的女孩子 就是明天有空 或后天有空 你们再去问吧 然后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 关于自己适合 因为我们西桌有两个班型啊 其他学科就是都是只有一个班 西桌有两个班 是因为我们希望把 就是说有更多的学习需求的人 和那个一般来说考研需求的人 完全分开 就是尽量分开 就是一个班叫全程班 全程班 全程班的内容就是包括说 我们12月就开始的先导班 这个先导班有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是 第一个月是说 那个你先去读书 第二个月 后面两个月时间 就是一月和二月 一直到明年的一月和二月 这两个月时间 主要是说带你去读原著 就是做做原著的精读 每周会有一次就是 答疑交流的机会 就是老师会跟你讲 老师就是鼠小灰 就是这家伙 对这家伙 他来跟你讲 然后呃就是呃就全程班 然后接着到三月就开始上课 先是基础课程 向完之后是到 快到暑假的时候 是进阶课程 进阶课程是直播 然后再往后是那个 就是呃是冲刺的时候 专门讲真体的课程 根据你的要考的目标 冤校来讲 然后全程班是这个样子 然后加强班 就是所谓的强化班 跟全程班的唯一区别在于 区别在于 强化班是有数小会带的 就是说强化班的那个 进阶课程全部数小会讲 也就是说他难度会很大 对就我们之前一直有来 有人过来就是 对一直会有人过来 就是咨询我们说 啊我是适合报全程班 还是强化班呀 我我觉得我能力很强 我能不能去直接报 呃就是大老鼠的 这个强化班呢 然后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怎么知道 你适合报不报 所以说我们决定就是在 就是因为现在我班都在一起嘛 到明年正式开始分科的时候 就如果说还不够确定的人 我们还是参加考试 就是我得用考试来去 判断大家现在的能力到什么地步了 当然首先还是尊重大家的选择 比如说你真的觉得自己适合去报强化班 那你去后面再努力学也是可以的 就主要是担心大家听不懂 而且一般来说大家的那个 呃怎么说呢 需求 这需求是不一样的 有有的人是想要听的是简明清楚的 对 我立马学完了之后 我记下来我就可以去答题了 这个需求 当然我是完全理解的 因为你考试需要就答题嘛 你如果是非常直接是做题型的 你就是还报一般的那个班 就全程班 比较一般的那个班 他他其实也有也是有难度的 对 我们老师都很好 而且我们网界代表的学生 很多上爱名校的 然后呃如果说你 你对理解的需求特别高 你特别想要去弄懂古希腊哲学 你特别希望弄懂那个都古典哲学 这些最艰深的东西 你特别想要去真的把援助看明白 然后你通过自己的理解 然后来建构一套自己的知识的体系 然后并且能够用自己的话去答这个卷子 我认为可能加强班确实适合你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好好努力 这个是我们反复要强调的 就是如果说你不好好努力 那你真的不如不要去报这个加强班 反而是这些过多的学习耽误了你的考研 对对对是这样的 就看你是哪种类型的 对对对就是毕竟大家还是 如果是真的报这个班 那肯定还是希望能考上研的 对不要呢 那如果你只是那种很一般的 就是想应试的话 只有单纯的应试需求 就不要受大老鼠的折磨 说耳辉 你就听了听不懂 天天听了 是吧 也不太好 好累 好差不多了吧 今天到这里了 什么大三不能考研 大三 什么大三不能考研 考研不都是同一时间的 同一时间的 不是准备考研 你能不能大二大三时候准备考研 不是说你那个时候考研 你没有资格呀 那个时候 你要是如果真的很想考 那你就看那个真题 你就先去做卷 那个什么 你那个有的 那个确实 可能有人是问那个 没有拿到学识 你肯定考研的时候 还没有拿到学识学位证书 那个肯定是有其他的流程的 对有流程的 而且有个好处 我跟你说 如果你真考上了名校 他们你有很多挂科东西 那个学校会给你直接免了 是是是 真是真是真的 但是大家就是挂科挂的很厉害 应该也不是很多吧 这也是需要一点能力的 你要真的不喜欢自己学课 然后特别对哲学感兴趣 这是 而且你能真的有能力的话 你考上一个好学校 然后你学校 你的母校一高兴 就把你那挂科 你都不用不考 这个先例很多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结束了 好嘞 希望能够对大家的这个 无论是学习还是考研之旅 能够有一些帮助 然后大家如果需要知道一些 咨询信息的话 可以加这个群 如果说单纯就是说 自己就是图一乐的话 就不要去麻烦那个小助手了 人家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就是也是有工作时间的 就是也很辛苦 好的 拜拜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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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